词曲 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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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寒谷的时光里 在风中有一杯咖啡温暖滴 用笔紧紧的 你手随着声音 昨天今天来回家听一听 反反不不想要将你的美丽 哎呀呀呀 你翻看我的日记 干回你呀 心里占量不希望 哎呀 嗯 啊 你就原来说 冰雪圈黄黄黄跌了三层 嗯我本来 第一层第一层像那个 第一层是那个就是 带一点 带一点 橙色的那个一个红 那颜那颜色 但还挺好看的 然后第二第二层是捞了王尔嘉 王尔嘉那个口红 然后 叠了一层 他那个他那个口红颜色深 结果没想到我刚叠了个416 变成了这样 不过还好他应该一会不掉了就 好我这边这边收到提示新的直播新的直播 大家都开播果然公演之后大家就是要蹭这个妆 然后直播绝对不能哭 这个还挺好听的 我再看看 我再发掘一下 发掘一下有没有啥 没听过的歌 胡思好完美降落 我记得这个歌手的嗓音很独特 眼睛难熟 眼睛难熟 又回来眼睛又难熟 放这个 放这个 一首很好听的歌 一首很好听的歌 我记得 我记得 我爱的故事 越度过的遗憾 变成了什么 这些年 也会如下你的时刻 这种情绪 我爱着 今间 都抹不舍 那你这样 你这样跟我一样我也刚到 我可能开了就五分钟吧 我也刚刚到 没关系啊 不送就不送了 我估摸着你肯定就是赶 赶车 我明天早上还要早起 11点半要去医院 明天天气咋样 我看天气爆 然后这两天还要约个 约个证件照 我们学校 我们学校最近突然通知 说是 因为你大肆要毕业的话 你需要有什么实习证明啊 这些 但我们公司好像是不给你开 这些东西的 所以说 我还得去找实习 是不是非常的奇妙 太真的 嗯 上海天气 嗯太好了明天 明天不下雨 对明天不下雨 我现在刚打开天气爆 啊你就休这一天 然后再连着上十天 哎 拥着上班机制真的是 你看你以后我比想象难受 你看你以后祝你快乐子 连着上两三天然后休息一天 下周我也不在 我12号不在 我12号肯定是要请假 因为我12号 因为我12号要考试 我去刷分 我那四六级全部都是裸考的 所以我打完去刷刷分 对啊我十我12号下一周 下一周的公演是12号吗 12号不在 哦 六月四六月四我在 嗯 那就是下下周我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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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了你那么久 可是没到最后 我在下周我在下下周我不在 到时候等他出来那个啥的时候 我跟他说 我跟他说 我看应该就是应该就是四号的下一周就是12号到无锡了 哇 你这么晚赶车 天哪 太辛苦了 太辛苦了呀 我还以为我还以为你家在上海呢 原来不在上海那你家在哪儿呀 哎 你看我这个妆还是完好无损 所以干皮也是有干皮的好处 还不脱妆不出油 周末得回家那也蛮好的 真的我觉得我觉得 我觉得就少只要少见面矛盾就少见的见的太多了矛盾就多这件事情同理于 你 声音红亮旁边的嘴 谢谢又被笑死 哎你声音真的很红亮 一眼我就看到了你 真的因为因为太红亮了 你像你像 哎应该应该不会吧 对啊那你那你那你以为那你以为谁那么大声那么巨大的从后排也不是从后排也不是很后 反正在你后面喊了一声 对吧 真的嗓音红亮 真的因为因为之前因为之前就是 嗯 我过生日那周 有人喊我 我都不知道所以我还问在哪儿在哪儿给我挥挥手 我 你是你声音真的红亮一眼望见 6666 我见MC都没敢说 首先他们太迟钝了 我说我说这个我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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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一个不可说的地方 他们今天第一个没有反应过来 我其实第一反应我其实当时第一反应是要说垃圾场的一姐 后面想这么说不好我估计今天又得又得又得被挂又得被骂 然后后面想我后面想我后面想我有一群大侄但你们都没有大侄子吗你们都没有后面想这好像也不太合适算了 所以我认真的想了想 一个不可说的地方结果他们还一脸懵逼啊是什么什么 我当时我就真的能说吗真的能说吗可以说说我不会被扣工资吧本来越穷一扣更没了 不行人穷至短你知道吗人穷至就得短 笑越了为啥 嗯 没吃药 哪有水 四是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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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mc4都是啥 我其实都是mc3我都是到台上才知道的 才知道是啥的 哦这个样子 而且你没发现没发现我根本都不知道我要刷mc3我还下去了 下去以后我都我都到我都开始换衣服了 然后他们说你在干什么我说我换衣服他说你mc3 然后我一下又冲了下来我就啊 我主要顾虑太多了我现在属于啥我现在属于好多想说的不敢说一说就害怕太过了可能别人说不会太过但是我说就不一样了就会有人捏捏着做文章 没有因为因为我不知道你知道我都上去换衣服了然后然后又被薅下来了因为赶下来了 你没看我今天背着书包我背着作业背着书在后台上课来着 所以他们选mc的时候我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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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小的化妆间吗他们在大的 就问我也我也没听见也没听见大家讨论啥也没听见在说啥啥也没啥也不知道 这张国队也好看 是吧 谢谢小小送给我的一个漂亮秋千 好久不见 不过我估计你最近可能特别忙因为六一了 小包子 他肯定忙呀 连为人民服务 而且六一了 他肯定最近聚忙 哎 主要没有主要我我为了我为了表表示我的真诚为了表示我要好好干好好营业所以我每天 所以所以我每天下午我就不 为了证明我的真诚我没有放弃你知道吧 哎 我给你们说我真的无语哎你来了给你们跟你跟你跟你吐槽个事你知道就我们学校不是不是大学大学毕业需要那个实习证明吗 需要那个实习证明但我们公司好像不给不给人开实习证明 也就是说我现在要去找实习 要不然我逼不了一眼 oh my god救命 h 所以我打算我明天我明天不是去治脸明天去医院治脸吗 然后 然后我打算 你别忘人家是前辈啊我能一样吗 说不定说不定说不定我一张嘴人家那你回家吧 哈哈哈 要说不定 所以我打算 那 那就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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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之前前辈前辈说的 我我之前我之前特别特别就 这对之前是非常愤怒然后我就问 我就问我说我做错了什么呢 然后前辈就跟我说你什么也没做错 可能你就是个西安人正好心理吧 这就是你最大的错了 然后我想了想我说 我所以我觉得 他现在来了 五六号想来你别吧 你最近还是最近还是先忙吧 最近天气又不好 你先忙吧 我觉得所以所以所以我现在 所以我现在就就有个难题 就是从家里开 从家里开我开的 我也我也不知道行不行 因为学校没够 还有昨天昨天算了还有 还有28367 算了我我我已经我我已经服了就是 就是随随随随便吧随随他吧随他吧 他爱干啥就干啥吧 他爱干啥就干啥吧 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 所以我给你我跟你们说就是我现在 我现在我现在是 不是我现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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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 我明天明天去治脸吗 治完脸以后我应该要 至少三天不能化妆 然后我要 就是约个那个找个工作日去约个那个证件照 我以后真的好久好久没拍过证件照了 我上一次 我上一次拍证件照是我18年一考17年18年 我考中国院的时候18年 一考的时候在北京北京那个天真蓝拍的就还是 不是不是表演表演类专业不就还穿那个黑颜色那个那个练功服 但你我一考呀考油球考表演类的那你不得不得拍好看点 嗯然后穿那个黑色练功服还有穿了一个波音那种衬衫 嗯拍了一个白的一个蓝 哇 谢谢小小的发 啊 啊 有救了 啊 小柠檬四处喊不喊爹 小柠檬今天你上个月刚认了一个蝶你今天又认了一个蝶 没有真的真的没有好大一只好小一只 然后我现在 就是 你算我明安我明安去医院 真的真的感感谢 感谢小小我 我给你我给你线上磕个头 哎呀 有救了 真的每次都是他救我上个月就是他救我 太难受了 太难受了真的 我说的刚说哪了说明天说明天要去就说明天要去那个啥 我明天要去医院要去医院看脸因为一个月一次嘛要做一个疗程 明天是第二次 上个月做了一次 然后看完脸以后三天不能化妆 三天不能化妆 然后就要到 几号然后要去约约个海马体证件照 去把证件照拍了 然后投个简历 没错我要去找实习了 你们敢信吗 就暑假的时候 我觉得这 我觉得我觉得我觉得 我觉得这是 挺 挺奇妙的 真的假的 是啊但是但是 你像你像我妈就可以给我开 但是我妈给我开的 但是我妈给我开的是我们家的呀 你像你像我同学他们搞的全部是全部是上海本地的 不是他确实是不怕但他有可能会影响我的那个啥 我真的 哈哈哈 那太好了 破土爷爷靠你了 哦对你单位是上海的 哈哈哈 我今天可太高兴了 对不起 对面也不能把隔壁 给那个啥 不能惊扰到隔壁 不行 不行你那边你那边你那边的 你那边的要行的我们家的也行了 然后因为因为 因为我跟你说 这种事情就是就是大家大家都内卷 大家都开始卷起来 一开始一开始 一开始的时候一问 问同学同学都说找家里开 找爸开 找妈开什么 找七大姑八大姨开 结果搞了半天 大家 大家都去 就 都都开始那个啥 找的一个比一个好 一个比一个好 我就 果然你们都是一群骗子 不是你们是骗子 我同学们都是一群骗子 迫不得已 没有我们对行业没有要求 找这个上海的就行 主要你像我你像我开了 对主要你像你像你像我开我开个实习证明 我开我们家实习证明一看 一看一看就是在骗人的因为因为我辅导员知道我在 知道我在干这个 就我怎么我怎么我怎么怎么怎么到时候给他给他搞一个证明我这个暑假回家了吗 我 我经常麻烦我辅导员 干这干那 所以我觉得他应该 很嫌弃我 害怕就是以防以防他们为难我所以还是 想来想去还是还是还是不要搞家里的 我去我去你我去我去你私干啥你你你去不去你去别打扫卫生的或者做饭也行我做饭我比较擅长 我可我可以我我可以不要工资给个实习证明就可以 哈哈哈 baby 整理诉讼档案 我愣住了这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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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啥 我 我只有我只有计算机二级证书这个东西够格吗 好高大上啊那你那你们这个你像你干你这个活 晚上好看 现场教学 好好家伙那我学一段时间是不是最后还能给自己打个官司 控诉 他们对我的恶行 我没 哦哦哦哦对那个很难考 又是很难考 神奇 神奇我干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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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唯一好处不花装你像我这个装从早上八点 半年准备 半年准备呢 好家伙 真真来来真的 本科毕业到明年明年才能明年六月份如果顺利的话不行没有如果必须顺利 首先把这个是把这个 实习得搞定 那个社会时间我爸给我搞定 但是 这个不行 因为那个社会时间我之前大一大回家的时候做了 所以就是有那个 所以就是有那个 但是还有一个 掐人中 还有个啥 就是我我我们是两个要求吗一个一个那个社会哎我对不起啊我不应该数中是我应该先这样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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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时间一个这个专业 一个他他不给你开证明啊 对吧 他不给你开证明啊而且而且我也不敢去要 就凭我我去要 那你回家吧 你回家吧 哎本来本来我上学人家就不太高兴 好家伙咋咋咋一上公演就负伤一上公演就负伤 他他他经常他经常对我说这样的话 我都习惯我刚开始还难受呢后面我就 随便 这就是人家人人人人家人家对我的口头馋了你知道吗 但我怀疑但我怀疑他说了也不算应该 我觉得 我觉得 有可能吧 嗯 但是人家 谁的坏话都敢说哦 所以说也也也不一定 我没有也也也也没被打击吧就我刚跟你说我刚开始刚开始的时候还难受呢 刚开始的时候还挺 就是还还挺难受的他每次跟我怎么说或者怎么怎么样我就啊我啥也没做错对吧而且而且我说实话我真的觉得 嗯 就我是那种我感觉 我感觉我是那种很努力的人真的 而且 而且 而且就是相比我的统计 其他人 他们根本没有 没有经历过我的这些事情 所以我觉得 我就是 听说 我要参加八学 我那个啥 我那个啥 我我饭头跟我说6月1号要PK 欢迎家群 欢迎给我凑人头 感谢你的大恩大德 一毛一块也深 真的 我觉得 我我我一想 我一想我 我就觉得好丢人 咋想呢 我去 148 148以后 你 你别 你别 你说你说去年 你说去年还好 他直接不让你 你说 我觉得 真的真的去年 去年还好 不让你上台 就还可以 今年好家伙 让你上台 然后然后 然后 然后然后给你 给你离场 给你拿大巴拉回去 你不知道咋想的 脑子有点大病 懒呀 我都懒得骂 啊 对吧 对吧 那你那你你说 那你说多丢人啊 可是我觉得 我也不知道 我也我也不知道咋说 可能这就是人家的人家的方式吧 对吧 可能这就是 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方式吧 我这年已经拍完了 你看你前两天没 你前两天没来 没来你都不知道 我这年我这年整整了整了活 希望希望到时候能带给你们一点欢乐 但是我给他表达的很清楚 我甚至我甚至做了做了一个脚本给他 但是我不知道他能不能按照按照我的意思给我剪出来 真的 我跟你说 我正见这次 我正见这次唱了恨是高山仇是海 然后我还骂了你们这群小学生 我还唱了这是一条神奇的天路 还为各位爸爸妈妈送上了吉祥的哈达 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 就就就 反正反正我也剧透了吗 但是我当时我还写 我还写了一个写了一个脚本给他 那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他能不能真的按照我的意思给我 给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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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剪出来 对因为因为歌词不是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 然后我唱的是这是一条 反正我觉得我觉得按我的 不是我觉得 我觉得就是按我的想法还挺搞笑的 但是不知道最后剪出来是啥样子 你放心 我唱的是民族歌剧 这个他不会告我们的 人家大人有大量 你像我们这种东西 你像人家参加什么金钟奖 什么比赛 什么钢办 什么都可以用的 我唱民族歌剧 唱这玩意儿 人家人家人家不会不不会告我们的 放心放心 我还是有点脑子的 然后然后还 对啊 然后然后所以所以所以就以就以防万一 与一与一与双关吗 首先这是一条神奇的天路 其次 为了版权 所以这是一条神奇的天路 我唱的又不是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 而且我是清唱的 我没有用伴奏 我抬了一个琴 给了一个给了一个音 真的 希望希望他希望他能给我剪出那种效果吧 就 反正我努力在演了 你知道吗 我我看 我看 不是我我看 我看回放的时候 我看回放的时候 就是我的 我的面部表情非常的猙獰 然后当时王那个编导姐姐 就是拍摄了一个姐姐 帮我帮我摁 帮我摁照片吗 就是他拿我的手机在旁边拍我 拍摄的样子 哪个表情啊 哪叫个丰富啊 就是 就是 各种各样 奇奇怪怪 你知道 就是我拍 我拍证件吗 拍证件 然后 然后刚开始拍了一段 然后那个哥 然后就拍的那哥哥说 你真的要这么拍吗 也太没有形象了 但是 我后面非常坚决的说 我不要漂亮 我只要展现我自己 然后最后他说 好吧 好吧 真的我觉得 因为 因为你 因为你说 因为你说 我的证件能怎么样的 对吧 我就这么点 我人间清醒 我就 我就 我就你们这么点人 也不指望 也不指望靠这 也不指望靠这 干个啥 就是 如果 如果能逗你们一笑 让你们觉得 谢谢 有微笑到 我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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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 我的证件任务 就算是完成了 谢谢 来西主任的一个纸飞机 真的 我个人认为 要个人理解 就是 我觉得 我的 我的这个证件 只要能把你们逗乐 然后给大家带来一丝欢笑 我本次证件的任务 就算圆满完成 已经笑了 什么鬼 太好了 小小还在吗 他那个啥 他承诺我 他承诺我 他说 如果 如果就是 我这次总选 能达到 那个目标 那个目标 就是你懂得 就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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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达到真实目标的话 8月27号 我就可以开life了 是的 觉得 我现在在想 我 我现在在想 就是这个拉票 能不能让我拉 你觉得 你觉得 他会 你觉得他会让我拉票吗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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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啊 那希望吧 希望希望他让他让我拉 哎 对啊 那如果 如果 如果 如果我拉票的话 你们想 好家伙 你还有他电话 我都没他电话 哈哈哈 不过拉票 我也不是拉票 我也不是很 care 我主要是 主要真的 真的很想 很想要那个27号 8月27号 那个life 啊 那个我做梦都想 哎 你如果 如果拉票的话 你们想看啥呀 需要care 可以啊 那那那你们 你们想看啥 趁趁就好 趁现在 反正都在 我记一下 拉票很能展示 你们想 你们想听骂人吗 哈哈哈 拉票 你们想听骂人吗 我跟你说 你 你知道 你知道 我还有个个人技能 是脱口秀吗 你们不敢 是 你们不知道吧 真的 就是 我 我 我其实是一个超级 超级能说的人 但是 哎 上台吗 就 我 能说的有限 就 个人原因 想听相声 相声 我记一下 相声还是脱口秀 相声脱口秀 二选一 咋记这个 这你就不要为难我了吧 这你也太为难我了 都可以 那就相声霍脱口秀 我给你们多安排一下 还有啥 还有啥 有没有啥特想看的歌 或者啥 我最近就可以扒一扒 等他给我安排的时候 直接就能 直接就能上 完了 完了 沉默 说我们 我们没有 我们没有 没有很想 很想要看你表演的东西 你自己美丽就好 听唱歌 这肯定得安排 这肯定得安排 刷一下到时候 我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人 真一方 走 那完了 那那我会 那我怕不是会被当场开除吧 当场 你给我滚 只见 只见一个 一个 一个晚意 从空台冲下来 你给我滚 反正我是不打算演讲 你知道 我觉得只只那只那 没用的虚头八脑了 就大家大家都清醒一点 大家都做个人间清醒 那玩意儿都是专门 不知道啊 不知道是 而且这不是这不是你们说肯定会有 然后我才趁机这会儿大家都在 我说我先提前准备呗 因为我要快考试了啥 快考试了吗 就早点准备 我会我我会讲的 但是我不会不会演讲 我会用别的方式讲 你知道 我知道啊 因为去年去你们你们不知道吧 去年 去年小屁的小屁的生日公演 还让我受到了警告 还是法务警告 哈哈哈哈 不知道 反正没给我拍 他还没跟我说 所以我当然知道 我当然知道拉票公演是啥样的流程 没有我我我是说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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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好多那个演讲我跟你们讲就真的 大家都不要不要当真就是就是真的真的说实话就是你们在自我感动你知道吗其实都是说给你们听的所以说我说说我肯定是 好 不不不不不买你说我小的时候也会滚到地上所以所以那个时候我的奶奶跟我的妈妈就应该是我的姥姥我的姥姥跟我的妈妈他们就会在我睡觉的时候不是你们你厨房放哪种凳子就带靠背那种凳子吧他们就会给我 在床上床上床上床不是床不是床一边靠墙一边不靠吗然后就会在那个给我拼一个凳子还把我滚在地上 抽签 我肯定会那个啥说肯定上不一样的方式说唱歌 哎那反反反反反正你们也想想吧你们想想因为因为我跟你说我跟你们说实话就是 我知道我知道我和的歌比比你们差远了就真的你们我我我我知道了好多歌都还是你们告诉我的 所以说就 你们想听啥 到时候可以 对呀我头发真的巨多所以我刚才在台上肆无忌惮的说我有头发 这已经是打薄三次以后的发量你知道吗每次姐姐给我做造型的时候就说 你什么时候再去打薄一点什么时候再去打薄一点说你这个头发实在是没办法收拾 反正到时候就那个啥 那我从小从小就那个啥从小就大脑门你知道 我老的时候这样的孩子聪明 嗯 他也不是他也不是以后他也不是长大以后才变成大脑门他小的时候他小的时候他有大脑门 对啊你没发现我我这个人长的就特别有福气吗 哈哈 哈哈哈哈 反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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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就想想想想看有啥有啥想想听的歌或者喜欢的歌你们都跟我都跟我说 然后到时候跳跳旋旋的安排一下 好吧 因为我知道我知道的也有线 就是 我之前我之前有翻过我有翻过但是好多翻到那种古早的那种 就是他那个画面都不是很好看就也看不出来个啥 你们你们反反正你们你们给我安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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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们特别特别喜欢的 或者想听我唱呀想想看我跳的啥 都行 我就最近就 反正抓紧 就安排安排起来如果要照你们这么说肯定会有的话那就早一点 早一点 正一只手现在去 就早一点早一点弄起来早点弄起来然后 到时候也不至于 不至于不至于那个啥不至于慌慌张张反正 某我不知道反正我反正我都记下来 你说的这些我其实根本都不知道 环节感觉不错 那我直接给你们整我的原创算了 原创能抬上来吗 抬上来是不是抬上来 抬上来是不是就不是我的了呀 我自己的原创 对啊 对啊就就大家反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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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每次提这个事情对媒体每次提这个事情 大家就说你慎重啊这玩意儿以后就不是你的了呀对吧 我也很心疼但是我也很想让你听懂 我可我考虑一下吧 我考虑一下反正 嗯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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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 一个想想办法再一个 不过不过有个不过有个好处不过有个好处是我的原创他也他也不止 让朋友长然后你上台 不过有有一个好的问题好的一点就是 我写了特别特别多的原创他也不止那一手所以他就是拿据手其实问题也不大 哈哈哈 对不起我笑的我笑的太那个了 找一手质量稍微低一点了给他放出去他拿拿去送你 哎 别人 别人 没 蹦蹦不到 我一般绝对不会一个一个玩的你看我都是一把就是好多个 这样 就不会就不会不会不会搞不会搞那个 别人先发不再授权给 哎有道理啊 真的所以水水竟然说爬树我心想爬树开玩笑我从小到大啥不玩 爬树翻墙啥不干 噢但是椰子树我确实是没爬过 哦 啊好对小树多可爱小树多可爱不能欺负树 榴莲水没爬过我们哪有榴莲水榴莲不是热带的吗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小时候还干我啥你们你们都你们肯定都没干过 我拿那个棍 不是鸡卷吗 你们见过鸡卷吗 你肯定没见过 还有鸭卷 鹅卷 我就拿棒在那个卷里追着那些东西我打打打追着他们跑他们就 我倒是没有我我就我就探玩我拿拿棍子然后然后在那个圈里边 圈里面追着他们跑然后当天晚上 我身上就一块一块一块的你知道为什么就被那个 狮子给咬了那鸡身上不是有狮子吗 就为了把人给球给咬了 我的乐群我跟你说我跟你说就是 就是就是就是我就是 就是我的我 哈哈哈 我我的乐趣我的乐趣你们你们根本你们根本都不知道 反正反正我啥都干 小的时候 也不是小的时候上 上哪那时候也不小了 上初中 初一 差不多差不多纸质那么大 的时候 倒也没有 还让我爸给我逮过麻雀 小鸟 我爸不给我逮我非要让他给我逮 我逮来以后那个小麻雀就把他 把他把他关不住吗 他后面他又飞到床底下去 但后面我爸就说我爸就说等我们出门以后把那个窗子打开他自己就会飞走就果真把窗子打开他自己就飞走 所以以后还是不要欺负小动物 被大鹅注意着跑大鹅他不敢追我因为打他哈哈我哪顾 哎呦反正反反反反正反正啥都干 你展示其实你你来现场你肯定能看到就看我同样这个八 这个八还挺明显的 这是啥这是 而且而且你知道吧就是 我爸我 咋北方还咋没见过大鹅大鹅当然大鹅当然是熊因为我爸那时候有个朋友他是山洞人那个叔叔他有开鹅厂的你知道吗 他开鹅厂的 然后我就在他那边打大鹅 就是我爸呢我爸他从小也反正也 我也不是我姑吗是他确实 是他去他确实他也没有把我当女娃养你知道吗 就是 我爸是一个心多么大的人啊 我的自行车是自己学会的 我的汉兵是自己学会的 我的那个滑板也是自己学会的 我爸的原则你摔吧你摔两脚你就会了 你说你说人家哎破土爷爷你说那个啥你儿子学这些东西你你会不会就是扶着他学 扶着他学然后慢慢让他学会怎么怎么样 我爸你自己学吧你摔吧你摔两脚你就会了 然后然后然后果真我跟你说就是 我的汉兵是自己学的 我自行车是自己学的 我的滑板也是自己学的 所以 你知道你知道我妈我妈就非常的无拘 我妈对我爸非常无拘 然后然后为此 然后为此我姥爷我姥爷经常骂我爸你知道吗 哎哎哎我姥姥我姥姥特别崩孤了 我姥姥这个女娃啊呀咋能咋能 咋能这么干呢 哎你知道哎你知道就是小的时候我爸我妈忙吗 我说我姥姥姥爷带大的吗 你说我这个团团团团团这个八是怎么是咋是咋弄出来的 就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我上初几啊 初二 然后我爸 我爸我爸跟我骑自行车吗 就我们骑那个 那个那个 变速自行车 我都我那个那个叫啥 啊就变速自行车 骑那个 然后 我爸就带着我骑 然后我看他 对山地山地 我好久没骑车了 我都忘 嗯 我爸我就看着我爸 就把双手背在背后 非常神奇的那样 骑在骑在路上 我就我就觉得 我就觉得哎呀 我也要学 然后我就双手离开了 把也这样 咔我就飞出去了 你知道吗 这当时没破相 已经已经就是谢天谢地了 然后你 然后重点 重点是我爸毫无察觉 当他骑出去了好一阵以后 他突然他突然发现 啊 娃没了 然后转头一看 我已经倒在地上 鲜血直流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反反正真的 哎 就是就是就是很离谱 你知道吗 我小时候真是从小到小也大的 哈哈哈哈 滚没摔到脑袋 真的 你们你们都不敢想象反正反正你们有了有娃以后你们肯定不会 你们肯定不会不会这么肯定不会这么这么养的真的 我真的从小到大从小到大 哈哈哈哈 啥玩意你才确定啊 哈哈哈哈 然后 因为我从小到大 真的过得 非常的简单 非常的快乐 就跟我这个人一样 头脑简单 还四肢发达 哈哈哈 所以这是有这是有原因的你知道吗 而且 哎哎哎哎你知道我妈又属于那种自我自我安慰似的就是 我成绩其实我成绩其实还还还还蛮好的我觉得我觉得是蛮好 就包括包括高中的时候 你敢信吗 我们高中1000号人 我还考年纪前十呢而且我是重点班 对我是重点班的音乐特长生 文科重点班的音乐特长生 就很那个 然后 我我觉得还可以吧 就是我当然当然只是只是只是自我认识你达不到 因为我们一家我们一家全是大学吧就非常非常非常超级非常非常离谱的那种大学吧 所以 所以所以那个啥 所以就是达不到可能达不到我妈我妈心目中那种预期知道有一天 我应该是上一次回家吧就过年回家 还是还是去年我姐结婚那次回家 我听到我妈个人说 我每次我每次就跟别人自我安慰心想我们家娃娃虽然成绩不好但是还是听话的 我一想好家伙原来我妈这些年都是靠自我安慰度过的 那你那你挺厉害 没事没事没事那钱 那前五百前前五百多人他不一定出过国呢你都出过国你都会说赢个历史你比他们厉害你比他们强 真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辣格 从小从来就是从来就是放放养放养长大的 所以啊我觉得人还是要找到找到自己的爱好吧对吧 你你我觉得你只为爱一行你才能干一行 学生唇怎么这么唇 果然老师老师老师的感老师的感觉都是都是差不多的 哎真的你有你有你有的时候真的真的是不能理解他们的脑子 你就你就跟我其实我其实有的时候特别不能理解我们班天考倒数那些脑子 就是 因为我我我是从小我是从小一路玩到大你知道吗就是 风玩风玩但你你但你应该是不是你我觉得你你完全就是开了一扇门开了一扇门关上一扇门的那种 但我就是那种风玩风玩 但是我并不但是我随便最最最最可笑最最可笑一件事情我你说这个我突然想起来 你知道 就是 嗯我们高中二年级的时候我们高中二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期中考试 我当时因为一些原因呢 然后我就生病了吗生病就没有参加其他几门 只考了一门物理 你想想其他几门全部都没考就什么语数外证这些全部都没考只考了物理 我当时想 我当时赌定我一定一定是全班的倒数第一名 因为你拿你你拿你你拿你一门 你拿你一门跟人家其他那些 其他那些那么多门人家都考了 对吧 你肯定考不过人家 结果你知道吗 奇迹啊 就是 我只考了一门 然后我居然不是班里的倒数第一 我是班里的倒数第3 我后面还有俩人 我当时都惊呆了 我心想你 就是 就这俩人怕不是傻子吧 你敢信吗 你们肯定 你们肯定 不是我觉得我觉得你们肯定没到这种程度 你知道吧 就小你某人啥子对啊 你是可以学会但你不想学你不爱学 但我我真的我我真的觉得那俩就是 看起来也挺灵光的 这这件这件事这件事就给我就给我的内心内心冲击非常的 非常大而且而且因为 不是而且不是不是我凡尔赛就是 我的理我的理科是真的真的很差 我偏刻非常非常严重所以当时分科的时候 就是我我念了文科 因为因为理科理科差吗就偏科 偏科很严重 所以谁所以念文科 那你想我考了一门物理 结果结果他俩全科都考了 还还还没我高 那你说的不是傻子是傻吗 当然这这俩同学这俩同学 高中毕业以后再没见过也不知道他他俩现在是不还安好是不还也不知道他俩现在干啥 对你说我们高中同学咋不聚会呢 希望希望这次过年谢谢王熙知道 而且重点是我上的不是普高 你知道吗我上的不是普高 所以我就我就觉得很离谱就这件事情我到现在都不能理解 我心想 我心想 这俩人是不是看我可怜 故意让我呢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他们看我生病了 哎呀你说 你说我一下从班里的前面 到后面只靠一门 肯定我心里受不了 人家俩一想算了算了随便 闭眼闭眼图一图卡啥的吧 让让他吧别让他垫底 好这个这个样子 我还我还我就是在我在我的认知里就是那个什么 什么重点然后什么普高什么 是分开的 搞不动搞不动真的希望 希望明年 真的明年明年我大学毕业大学毕业要给自己放个假 回趟好好回趟家 跟同学们啥都聚一聚 嗯 真的其实其实你想想 我是上我是上了大学以后 哎呀上了大学以后反而反而没有那种感觉就是上 高中啊上初中啊 晚上好晚上好的时候感觉 同学们之间的感情特别特别纯粹 哎很真挚 还挺还挺让人挺让人怀念的我跟你说我就是 我最近我最近最近最近一段时间最近几天特别暴躁就你们你们你们明白啥原因心情其实很差 我那时候我让我就我就我就老怀念因为我们家我们家就是 晴天比较多吗余夜少 我老怀念 这两天就前几年的这两天还在还在上上高中时候的这两天就每天下午放学以后放学以后天还没黑 还有太阳 然后 然后跟我最好的朋友就是就是我之前跟你说好他头发的女生 一米八的个子 每次我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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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他跟他 然后去小吃节吃东西 吃完吗然后两个人在慢慢的晃悠上来 上晚自习 晚自习吗其实也不好上去玩一玩聊一聊 反正特别快乐然后晚上在一起回个家 晚风吹在脸上那种感觉非常的舒适 真的那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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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是那是我最好的朋友 你想我们俩从小学就认识了 然后两个家不是还住的特别近吗 他每次 晚上都会把我送回家然后他再回来 因为他虽然是女孩但他一米八的个子你想一想 后面大学们就分开了我就来上海上大学他在陕西上大学 他学的工程因为他个子特别高 明年也就毕业了 毕业看进哪个航空公司 看 估计也就忙起来了 去年我没出道的时候他还来看过我 就特别遗憾那个时候他是跟另一个 另一个我特别特别 哎人家跟我一样打球联系方式 我揍你 他是跟另一个另一个朋友一起来 另一个同学一起来 那个同学对我特别特别好 你想我上那个啥我上高中的时候 我上我还没出道他去年来看我的时候 我还是个训练生还没出道去年夏天来的 跟另一个朋友一起来的 那时候本来说好我们三个去迪士尼 我到现在都没去过迪士尼 你们敢信 反正说好的 说好的我们 好人家人家人家不屑于来着 人家不是真的不屑于来着 那那可以那可以我下次 别下次我今年夏天把他耗来 把他耗来 你们大家可以跟他交交朋友 然后 本来说好我们三个去迪士尼的 然后 然后结果结果刚好就刚好赶上 本来 赶上周五吧好像是 然后我们要考核 然后就他俩去了 我也没去成 就很烦很难受 这个东西还是这个东西还是他们 他俩去迪士尼给我买回来就我特别特别想要这个东西 然后人人人人家就每个店都找每个店都找 你好像说这个不好买 就找到 买了给我带回来 这个很漂亮 很漂亮 很好看 这个徽章 里面有个磁铁可以打开里面是那个 迪士尼人物的签名 徽章 就他们要去远去迪士尼给我买回来的 找了好久 因为不好买 因为里面是带签名的 迪士尼人物签名的 快睡快睡小小晚安晚安 拜拜 我也不废话 本来说播到一点 咋一说说这么久 对吧很好看 舍不得带 好好收藏吧 谢谢 ADA ADD的一个啾啾 希望他今年夏天再来看我 好家伙你这四处认爹 饭头的难呀 到饭头真难 做小五项也好难啊 救命 要不然我改个姓吧 我不姓李了 我改 我跟我姥姥姓 我姓甲 我每天我就上 我就上官局 我改名 你说对啊 我眠 我眠 我眠上 我眠上拍所改名去吧 我姓王 我跟我老板姓 那倒也不用了 那倒也不用了 哈哈哈 只要我不姓李 啥都行 哎呀我爸我是听见估计当场 当场 赶赶眠最早的飞机来打死我 哈哈哈哈 当然我爸也舍不得 哎你看玩笑我就是我长这么大我爸都没骂过我 我不但我爸没骂过我我还我还经常我还经常批评教育他你知道 两点 哎不行那我那那我那我那我吓了我吓了我我走了我走了我赶紧走了拜拜 我爸不知道我在这 我爸不知道不知道我在这 走走走 你你你快睡 拜拜 晚安晚大家晚安 今天号太晚了对不起拜拜 我明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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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不了脸又明天要去治治脸 我明天要去治脸然后明天肯定满脸的吧满脸的印子 我爸知道不会做我他只会哀声叹气我现在脑海中已经有那种画面 拜拜 拜拜